金牛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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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吃饭了 今晚我们要去的是金牛丸 一间游合了月中发三地 一间相当老字号的 越南Fusion菜 是香港第一批越南菜馆的代表 创立于1980年 至今已经有42年 记得三十几四十年前 金牛丸的名字响当当 去金牛丸吃饭 跟高档精致的字眼 一定会扯上关系 到今时今日 都能够呆立 相信一定是有过人之处 今晚要去吃的 一定是他最出名 甚至去个独门菜式 南乳钓烧鸡 港铁尖沙咀站P3 差不多南出 走几分钟就会到 走进餐厅的门口 看到环境是雅致整洁舒适的 看到有下一层 这里分上中下三层 都设有用餐区 另外有大中小独立房间 我们去哪里吃饭都好 通常都会逢到必早 都是想趁没有那么多客人 的时候就可以拍下环境 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拍完了 坐在这等主角到 今晚又是玄班人 和美国回来的家人七个人 几乎一日夜夜都出动 去找回昔日的特色 或者是今时今日的特色 人到齐 叫食物 第一个上的就是 烧鸭空虾片 这是一个前菜 用了一块刚炸起的虾片 上面放了一块 最近吃的太多东西 好像有点忘记 应该是芒果 面头就是一片鸭空 淋了一些酸甜微辣的酱汁 就像泰国的士拉叉的味道 虾片的脆 芒果的香甜 还有酸甜辣的酱汁 吃起来都可以 挺好吃的 第二个前菜就是牛油田鸡腿 这个做到很松化 连肉都松了 这个也可以 这个也 喂 又轮到你 第三个前菜 就是这个蒸粉卷 那我们下 order的时候 前面那两个前菜 他又不叫我们加一件 是这个粉卷 他才说可以做七件 那我们不知道 后来才知道 原来加一件 照算钱 那其他那两个前菜 都可以是这样做的 那两个前菜 结果有人就没有吃到 或者或者两粉粉 那这个蒸粉卷就清清的 淡淡的 这样说就好听很多 里面就有一些肉碎 那里面有几条扎肉 再形容都是清清的 淡淡的 好了 这里的灵魂上场 南乳钓烧鸡 一上桌 卖相非常好 斩鸡的功夫真的要赚 放得很漂亮 一吃下去 炸工都一流 这一餐就不是我请 有什么不足之处 我都放在心里 不会说出来 不要说别人请吃饭 我就在那里谈不吃 谁不知我不开声 都有人开声 坐在我对面的其中一个家人 就说了 这鸡没有味的 随即有另外一个家人 就在那里认 这鸡根本都未醃得入味 当时我心就在那里说 这鸡本身都是没有味 如果未醃得入味 都起码这鸡有鸡味 接着就拼盘 这个拼盘就叫了双份 你明知道我们人多 才会叫双份 春卷你懂得剪开去 虾饼和扎肉 就叫我们一人咬一口 接着说这鸡没有味 那个家人又说 为什么不是用米纸包春卷 越南不是用米纸的吗 接着阿公就说分南不月 大家笑完就算了 接着大家就吃东西了 吃下去 春卷和扎肉 又是用淡淡然来形容 味道就要靠点酱汁 不过点酱汁 也不是很有味道 是个虾饼 比起春卷和扎肉 就有味少少 来到这一排骨 我看上桌的样子 咦 和我烧的似乎有段距离 心里面暗暗的感觉到 不是几盏 不过呢 没理由 连试都不试 夹了够微微小小的一部分 一吃 嗯 又吃到在猪肉 那一股很难闻的味道 以往呢 我为了这个猪肉的臭味 其实我上网找了很多次的资料 为什么猪肉有一股 甚人心脾的臭味呢 资料显示 就说 吃东西嘴巴比较刁 的人呢 就会觉得这一只猪肉臭 是不喜欢吃的 还有呢 就多数是女性 就闻到 男性就比较少 那个比例上 曾经都试过好几次 在第一次发生的时候 就是我们一家四口 就吃一只乳猪 我和我媳妇就闻到一股很难闻的味 不好吃 不吃 阿公和我儿子就无动于衷 他听我们说 有一股很臭的味 他们都觉得我们两个很奇怪 而我的心中 就想他们两父子 为什么这么不懂吃 这么难闻的味道 都可以吃不出的 一向他们两个给我的感觉 不是这么不懂吃的 看到网上的资料 才知道 原来 噢 不是个人都吃得出的 我为了这股怪味 都不时会上网去找一下 网上都会说一下 就是因为那些资料 激素的原因 我买猪肉就相当有要求 我真的去一些好的商贩 买猪肉 之外 我真的会买西班牙猪肉 甚至是丹麦的猪肉 我很多时候去高级食材店 买西班牙或丹麦猪肉的时候 店员都会跟我说 这些没有荷蒙味 还有之前我有条片 跟大家说过 用西班牙的猪仔骨和猪勒条 煮的食物是非常好吃的 那些猪味是超好吃的 好了好了 来下一个 圆脊至尊菠萝焗饭 我也是第一次见菠萝焗饭 是可以烧的 我想它之前可能淋了一些酒 拿到来 找打火机撒着就烧着 这样烧就说 饭就会香很多 平时我在家炒菠萝炒饭 都炒得很好吃 很香的 现在烧完之后 就打开盖子 一打开盖子 就说 哦 这个是菠萝炒饭的进化版 为什么我说进化版呢 里面有鲍鱼和玻璃大虾球角两只 我不知为什么 都不是吃了很多东西 看到那些筷子都不是很圆肋 那我就夹了一只大虾 大虾球试一下 那这个呢 这个呢 就那些碱水果农 实在太玻璃了 玻璃到呢 口感不太好 已经几乎去到硬实了 那我们以前学 就一斤虾 那个碱水 几乎一粒红豆 就已经刚刚好 出来的效果呢 是非常之爽脆的 至于那两只鲍鱼 就是街市普通那些活鲍鱼 没什么鲍鱼味的 那又是我吃了一只 没人吃 接着饭呢 每个都拌了一匙 不太踊跃 就放在这里了 整桌呢 都还是有很多东西 但是有人呢 就说要吃蒙粉了 就叫了一碗猪肉的蒙粉 那些拌的那些味呢 也都是很淡的 都不知道做什么 都不知道为什么 这碗蒙的猪肉不少 这里的猪肉呢 就不是差的 都挺好吃 不过呢 大家都嫌那些蒙粉呢 就太少了 只有那两条 那大家都说 不如家底走面 那吃完这一餐呢 我只好说一句呢 是不是有大厨放了假呢 会不会好像桃园那样呢 我喝第一餐茶 又翻单 第二餐一喝我 就知道大厨放了假 一问之下 真是 说到越南菜 不得不提的呢 就是越南鱼路 如果看我的网友都知道 我非常之喜欢越南鱼路 的 特别是越南富国岛的鱼路 虽然我煮越南菜不太好 玩玩一下 都很好吃的 还有想说的呢 就如果去开越南富国岛 就最紧要记得买鱼路 相信在疫情过后 都会有很多人 赶着出去旅游 越南富国岛的便宜 都不失为一个不错的选择 我三年前去的片 就放了在播放清单的私游记 我的YouTube 开始呢 就是在越南富国岛 那当时开始拍YouTube 就当然是没有经验啦 之后一路学一路拍 拍到今天 一个越南预露 就给我少少的回顾 之后呢 就回来这一餐先 最后呢 就到送糖水这个环节 之前有个市影 就答应了我们送拉椰糕给我们 等到我们吃完之后 上甜品呢 他说没有了 送完了 原本我们最初是点拉椰糕的 他又说送给我们 那送给我们 那送给我们就不点了 那最后吃完呢 又说没有了 那我们就说 现在我们不用你送了 我们点回这个拉椰糕 那他都说没有了 那你之前答应了送给人 你应该留给人的 是不是 结果呢 就送了这个很迷你很迷你 我们的绿豆开边糖水 来看一下简单 蒸粉卷7件 238元 烧鸭胸虾片 88元 这个不贵的 牛油田鸡腿 190元 骨骨 398元 一只鸡 以半只为单位 那我们要一只 乘二 那只鸡是576元 那波罗饭呢 就是380元 看来价钱就相当之发色 那个拼盘那里已经是两份了 就336元 这个咸岭梳打两杯 $820元 越南三三三啤酒 两杯$96 香茅猪肉蒙$81 那就叫了都过不太多 3间前菜 4间主菜 1间蒙粉 那就吃不了了 一口袋 又加一盒 2538元 加一元 之后呢 2791元 平均一个人400元 不过如果煮得好吃的话 都值的 凡事都是要拼搏的 不是随手可得